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窝 我是婉婉又见面咯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 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新品的测评 这样的一个美妆日记 我要测评的呢就是 最近有晚上也蛮火的 这一个Kevin Alcorn新出的 这一个叫Foundation Balm 我的色号呢是MediumFB06 在这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这个呢并不是我自己买的了 是Kevin Alcornsendmeasgiftthroughtoctly.com 非常感谢 其实他发过来的PR的时候 我申请的时候 然后他竟然能通过 我其实也蛮惊讶的 因为这一个也毕竟是一个 比较高端的专业的 这个彩妆师自己的品牌 所以 Thank you 那他这个呢 里面就是发过来的时候呢 里面带了一个这个小刷子 然后我今天呢 就会直接用这个刷子 然后直接上妆 给他打开看一下 打开之后呢 里面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 然后你去摸的时候 然后非常非常非常的薄米 然后我就直接用这个沙子 然后我沾上这个产品 然后我把它 直接液染在我的脸上 延展性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我的妈 这个颜色有点浅 这是medium吗 这个颜色有点浅了 宝贝 我现在真的晒得非常非常tan 所以可以理解了 你的用量一定不要太多 像我刚才就是沾了 就这样转了一下两下 然后就是我一张脸的用量 哦我的妈 这个色号 有点白啊姐妹 他说是medium 原来开还ok ok大家你可以看到 它的遮瑕力呢 就是shear coverage 我并不能说是light light或medium 就是非常非常的shear 然后我现在用美龙蛋呢 然后我沾上这个产品 然后我再压一下 延展性真的真的是很好 你真的就是下手一定要很轻 不要用太多 ok 遮瑕力上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Balmy的这种 就是有点厚的质感的 这一个用beauty blender 很贴合 因为它里面没有太多的 这一个稀释的这个水分在 所以beauty blender 要来的更coverage 遮瑕力更好一些 ok大家就用这一个美龙蛋吧 比它那个沙子要好很多 这个颜色对于我来说 大家看到我的脖子 我的妈 这根本不是medium嘛 这像light medium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我冬天用的话 会比现在好很多 延展性真的很好 我就刚才呢 用这个轻轻的沾一下 然后就大半边脸就搞定了 所以你一定不要就是 往上那么使劲抹这样子的 然后我觉得它延展性真的很好 用beauty blender 要比它这一个 自己的这个刷子要好一万倍啊 然后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我秋冬的时候 完全可以用 但是夏天的话 我可能比这个再要深一色 好不然它会不会有氧化的现象啊 一会儿我们再看这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用的还是Kevin Alkwong的产品 就是我N年前买的 这个Kevin Alkwong的 The Neo Bronzer 然后我的色号呢是Sienna 是一个warm coral 那它们叫Neo系列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从浅到深 高光腮红到bronzer这样子的 那你用的时候刷子不要这么横扫 我觉得还是竖的怎么扫比较好 颜色粘的稍微平均一些 如果你横扫的话 会带到一个颜色呢 同时也会就是让整个颜色 变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我用这一个NARS的Cupkey Brush 然后我先粘上这一个bronzer这一边 轻轻的粘一下 非常非常的好上色啊 然后拍拍粉 然后把大面积的warm一下 那因为它这一个是 怎么说的 Neon Bronzer 多多少少呢 还是有一点点互相的颜色 混合在里面 所以呢 上了脸之后呢 是很典型的warm tone的bronzer 如果有的朋友 就是你的皮肤非常浅的话 那这个bronzer就相当于一个 怎么说呢 腮红一样 然后我用这一个MAC的127这个刷子 然后我粘上这一个腮红这个地方 粘一下 它的粉呢 非常非常的浮 所以就是拍一拍刷子是必要的 你看那一个NARS的Cupkey这个brush 我洗N次 它掉N次吗 你这么说了 OK 然后这个MORPHE M501 然后我粘上高光这个部分 然后体谅一下 OK 大家 眉毛呢 搞定之后 我们接下来化眼妆 那它发过来一个新的 KVNKRON啊 发过来一个新的眼影盘 就是他们家的这一个叫 Emphasize Eye Design Palette 大家还记得这一个吗 我自己之前呢 买了两个颜色在这里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今年年初的那一个 KVNKRON的那个上妆笔记 这是我自己新买的 不是新买了 曾经买的两个颜色 那这一个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呢是Focused 在这里边 然后它这个比较有特点 是里边带了一个液体的 那它发过来这个颜色呢 叫Magnify 是一个灰紫色 非常冷色调的 在这里超级漂亮 给我今天的衣服也蛮配的 然后真的真的真的是 非常感谢KVNKRON 这也是KVNKRON 所以我知道它的质地 干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快啊 然后你在用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两只眼睛同时 就是晕染完一只眼睛 再另外一只眼睛这样子 然后我先找一个 Fluffy的这样的一个 Creasing Brush啊 然后我粘上这里边的这一个 颜色大家看到 在这里 然后我把它打在我整个眼睫上 打个底 它也是有粉浮上来的了 但是上色度 晕染度都超级超级超级棒 我大面积的去 污清一下我的这个眼皮 每次有的时候 画这个紫色眼影的话 如果你那个颜色的提亮度 没选好的话 会显眼睛的确就是像 熊猫眼 但是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它里边那个灰色度 真的是刚刚好 不会 拉紧一点点 OK 你可以看到 约染完之后 真的粉纸非常非常非常的薄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用这一个 液体的这一个 用量一定不要太多 提醒大家 因为它延展性真的很好 然后我就 把它打在 把它打在 想要提亮的地方 然后用手 打晕染开 你也可以用刷子 我用手就搞定了 太漂亮了 然后我打在整个眼睛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然后在这边眼睛 然后接下来呢 我用这一个 MAC217 然后我再沾上刚才 Chris这个颜色 我没有拍粉 我就 压到这个位置 然后约染一下边边这个地方 然后这一个 ISOM的G27 这个刷子 然后我沾上最外面这个黑色 然后我贴着这一个 睫毛的这个根部 就轻轻的 睫毛的根部 然后我就沿着这个 然后我去刷它 然后压上来 一点点的去加颜色 然后刷过来 然后压上来 在外眼角的这个地方 搞定 一定不要太往里边 会显得妆感的非常非常的脏 就一点点的 扁平的一个刷子 然后我先沾上这个黑色 然后再沾上这个 灰紫色 然后画到下眼线的位置 我最近基本上就是 不怎么用眼线笔了 然后因为夏天的关系 然后我就贴到 睫毛的根部这么 点压的这种感觉 然后把这个颜色压上去 能贴紧这一个 睫毛的根部 好了大家呢 我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 简单说一下 我的睫毛膏呢 用的是YSL的这一个 The Shock 然后口红呢 我用的是一段组合 露花浓的这一个 Ultra Shine Lipstick Lip Pencil 然后我的色号呢 是705号 我用这个颜色打底 然后呢 我在上面加了一层 这一个胶韵湿的 Eclat Minute Eclat Instant Light Natural Lip Perfector 这个呢 在这一个 曾经在油管上 一度非常的火 就是你喜欢一些 比较Tinted Balm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 那吃久力的 稍微好一些 因为它比较 纯彩的妆效呢 凝聚力稍微好一些 那当时呢 这个很火 有一段时间 它就停产了 那最近呢 又出来了这样子的 它的刷头呢 是这样子 给大家试一下 单独的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这个呢 这种浅粉紫色的 可以看到 有一点适应在上边 我很喜欢把它就是 我没有单独用过它 它里面带一点点 shamer在呢 就一点点 然后可以给你 全部呢 增加一些这个立体感 所以这对组合呢 我们最近还蛮喜欢的 那这个呢 是Clarence Sent to me as a gift throughoptri.com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把它点在嘴唇的中间 那目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时间 现在呢 是中午12点 没错 大家中午12点啊 然后我大概会在 晚上大概七八点 我回来的时候呢 然后再给大家更新啊 中午前为止呢 装定下来的妆效 大家可以看到 很典型的 雾面的这一个底妆品啊 Kevin Alkwong的这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 怎么说呢 极干性的皮肤 稍微注意一点 就是你打底一定要打好 如果就是你平时 不喜欢用一些非常rich 然后保湿的这种 打底的产品的话 可能会有起皮的现象啊 那我是混用性肌肤 我用刚刚好 就是你可以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中性的 偏干性皮肤的话 就是要稍微注意点点 这样子的 虽然它是Bomb 但是雾面的Bomb啊 是一个雾面的妆效 蛮神奇的一款产品啊 可以随时携带 这个放到包包里 真的比液体的要好 方便很多 那它这个刷子呢 我并不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然后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用美容蛋去 约染这一个产品 延展性真的真的很好 用量一定不要太多 这点蛮惊艳的 然后遮盖力呢 可以增加到 我自己想要的 这一个轻度以上 到中度这个遮瑕 这点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那一会儿呢 大概四五小时以后 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 这一个更新 我们就一会儿见了 好了大家 我中途呢 给大家回来更新一下 这一个粉底液的状况啊 然后现在呢 是下午将近四点 这个妆容呢 在我脸上啊 也是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了 这样子的 一点油都没有出 然后我上午呢 就是去了这一个gym呢 然后做了大概 二十五分钟的这一种 叫什么 肌肉型的这一个体能训练啊 然后 我觉得这一个粉底呢 不是非常适合 偏干型皮肤的朋友们去用它 然后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我脸上 是一点出油的状况都没有 持久的效果真的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可以想象出 就是如果秋冬的时候 我的打底的产品啊 就是或者是我的面霜啊 或者是护肤品 肯定要非常的滋润一点点 然后才用这个粉底 也可以 否则的话 这个嘴角这个位置呢 感觉刚刚刚刚刚刚刚 想要渗进我笑纹啊 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然后我遮瑕膏呢 感觉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非常的干 然后眼影 大家可以看到 超级漂亮 就在这个地方 那凯文库的这一个 叫什么 Foundation Balm 虽然是Balm 但是Creamer那种感觉呢 是质感 在脸上呢 并没有太保湿的这种现象 还是偏雾 不是偏雾面了 就是正雾面的这样的一个妆效 正雾面 不是偏雾面 目前为止 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一款粉底液的 我不知道秋冬的时候 我会不会喜欢这个粉底液 我希望这个粉底液 出的早一点 你知道吗 那8月份 9月份 真的用的时间应该不会太多 早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夏天应该很喜欢这一个 其次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颜色啊 然后我刚抹上去的 我感觉到颜色稍微有点白 但是大家现在看到 我的脸跟我的脖子 完全是一个色号 稍微稍微就是晕染开之后呢 要好一些 然后用美容蛋 足够 我跟大家说 美容蛋你一定不要 就在里面这么转圈圈 就是压一下 它吸收上来的产品 压在大半张脸足够 轻度以上的遮瑕 完全搞定这样子的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 怎么说呢 经验 它这个延展性的 那质感呢 稍微有点偏干了 我是这么觉得 OK 下次我换一个 这个比较rich一点的 打底乳 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样子的 那我再更晚一点 再给大家回来 做一个总的 这一个测评 哈喽大家 现在是晚上七点三十五 那这个妆容在我脸上呢 是七个小时的时间 没到这个八个小时啊 然后我刚回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脸上的这个状态 我这么跟大家说好了 我今天呢 可能打底的产品呢 就因为我用的是 那一个乳液 然后可能不是 非常非常的滋润 这是一款蛮干的 这一个粉底液 那你可以看到 我梯子去这个出油的地方呢 然后鼻尖这个粉呢 没有浮上来 但是粉呢 基本上没有了 然后我下巴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 一二三 三个印在这个地方 就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点起皮的现象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这一个 我的脸上呢 这边的这一个地方的毛孔 要比这个地方严重 你可以看到毛孔 全部出来了 然后鼻子这个地方 也有卡粉的这个现象 看到没有 眼睛下面呢 也非常的不美好啊 然后这个有点 crazy这样子的 额头的部分呢 还不错 没有陷进我这一个肝丸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出油的现象 可以看我手啊 然后其他的地方倒没有晕妆或怎么样的 就是嘴角的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 可能是跟我混油性肌肤有关系 这个地方油 然后这个地方会干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皮肤呢 不是非常非常的在状态 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不会成为我 今天的出印象啊 没有成为我最爱的这个粉底的 这个底妆品之一 就是粉浮上来之后呢 它就一个小白点 小白点就是扩大那个毛 就是毛孔那种感觉 这个粉底就有 不是粉底啊 这个一个粉底霜 它就有这种感觉的 所以这个呢 不是 不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啊 而现在不到八个小时 而且今天上午最热的 中午最热的时候呢 我还没有出去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小失望啊 我多用几次之后 然后再具体给大家更新 这样子的 倒没有达到就是 怎么说呢 一下子就把它拒之门外 不推荐 但是也没成为我喜欢的 出印象为止啊 就是我最近 我自己不是最近啊 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些粉底液在内 它没有排入这一个 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一个行列当中 那希望今天这一个测评的 这一个视频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选择 这一个满火的 现在油管上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然后 干性皮肤的朋友 如果你已经用了这个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感受 毕竟我是混油性肌肤 我觉得它在我的脸上的 这状态并不是 非常非常的平均啊 这样子的 说实话 有点让我想到了 Jojo Armani的 Power Fabric Foundation 在我脸上中感觉 就是T字区 出油 没粉 然后干的地方更干 有的地方更油 有这种感觉在 那其他的地方 倒没有化妆的现象 那今天这一个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你觉得 得到信息的话 不妨点赞一下 现在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每个周一周三周五 三篇美妆日记奉上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了大家 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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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